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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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瓜群众表示恨疑吧 之前电影宣传活动花絮物料完全没有看到房组明的影子 如果是真的 这得是多谨慎多低调呢 成龙大哥为了儿子也是用尽苦心 据爆料房组明这次还不是打个酱油露个脸 而是片中除了成龙王凯之外戏份第三吃中的 这样的牌位让网友纷纷心疼起王大陆同学和皇子涛同学 有人说物理涛涛明明是二番好吗 还有人说王大陆四番也保不住了吗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不太意外 和房组明一起吸毒被抓的柯震东早就出来又拍戏了 还进入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了 房组明如此背景付出只会更便利 究竟真相如何我们等电影出来就知道了 话说红桥一姐最近的热度真的是至增不减 对于这位新京网红所长是福气的 才接受完马思春的采访又看得到压压签名 随后蹲到张鱼起 日前又在机场活捉笑黄鸦周冬宇一枚 只见周冬宇一身帅气打扮现身机场 戴着墨镜颇有影后法 只是身后的红桥一姐似乎更详艳 不仅一路进追不舍 还拿出手机对着周冬宇一阵猛拍 看周冬宇躲镜头时露出的无奈笑容 难道也封闻过一姐的名头 只不过一姐这次却主动要求给自己的照片打上马赛克 难道是因为最近的曝光率太高害羞了 然而这种程度的马赛克 你真的真的不是在逗我们吗 这边和师傅郭德纲的撕跨事件才告一段落 那边曹云金又因恋上嫩魔登上热搜了 12月12日曹云金被拍到羽翼长发女子同回酒店 为给二人留下独处空间 助理和自己还刻意回避 接着13日 两人又同时离开酒店上了同一辆车 看来热恋时期真是难舍难分啊 在接下来的几天 二人又被拍到一起吃饭 女子贴心为曹云金披衣服 然后脱着手甜蜜散步回酒店 哎呦 所长真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爱情的酸臭味呢 据悉曹云金的新女友张静游是广告模特 曾拿过09年海南旅游小姐亚军 她还做过一个家喻户脚的广告 那就是 姐 遇到新东方厨师就嫁了吧 是不是很亲切 此外姑娘与曹云金同是天津人 记者联系到曹云金本人时 她也大方回应 谢谢大家关心 其实不久前曹云金就表示过 伦家现在非单身 日前曹云金的前女友 TVB女星江若玲 在参加某节目时频频被问 你是不是和那个说相声的又好战了 当时江若玲直接否认并表示祝福她 现在想来也是令人唏嘘 此前湖南卫视公布的 跨年名单上没有谢娜的名字 不少观众抗议说 芒果的晚会怎么能没有娜姐 何况名单里还有结果呢 就在今天 湖南卫视发布消息称 谢娜已经确认加盟跨年晚会 历迫之前的缺席要言 而且她这次不仅要主持 还要现场秀一段四川话Rap 真是厉害了我的娜姐 同时当红鲜肉里一封要在晚会上 与何炯合作表演 另外大家还可以期待 陈楚生 苏醒 魏晨 张杰 于浩铭 王月欣 王正亮 张远等 十三位零七快男再次登台 填了路 这阵容是要所长献上膝盖的节奏 之前那些说 今年芒果台跨年名单不给力的宝宝们 原来人家是留了一手 等着今天给大家送惊喜的 桃花落尽 风又起 千犬轻身 圆不断 由杨幂赵又廷主演的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例桃花》 又放出新海报了 照片中杨幂饰演的白浅 一身白涓 额尖一点朱砂 模样轻力客人 赵又廷的叶华则一身悬衣 右手抚摸白浅的脸 一脸宠溺 看着两人的造型 粉丝们大赞唯美 不过眼前的网友却发现 赵又廷穿的衣服 似乎开线了 放大给大家看 注意赵又廷的搁置窝方位 衣服又明显裂缝 不少人质疑 剧组难道这么穷 给物理天地的儿子 叶华穿破衣服 随后三生三世剧组 发声回应 不是衣服破了 而是故意这样设计 因为衣服层数太多 这样比较服贴 啊 挂友们对这个解释 还满意吗 那么之前五眉娘传奇中 周海妹的娘娘服 夜下有波动 难道也是同一套设计理念 所长表示不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